天气冷并不利于防疫 这几天 黑龙江隋风河和新疆吐鲁班等地 陆续出现了个别的本土病例 对于这些零星散发的疫情 当地反应迅速 除了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之外 一些地方还上了大招 比如黑龙江东宁和隋风河 已经实施了交通管制 隋风河还对小区进行封闭管理 天寒地冻 要严格执行这样的管控措施 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医护人员 社区网格员 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人员来说 都是很大的挑战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 一定要把后勤保障工作做好 我们的感动不能够来自于他们的动感 他们在寒冬当中温暖着我们 我们也应该给他们送上温暖 战疫情也要战严寒 物资有保障 战役就更有保障